高雄市政府觀光局借將市府兩位美女發言人拍攝最新行銷影片 日圓道騎單車 連吃彈龍虎塔還有嚴城區的庶民美食都入境 整部兩分多鐘的影片全程搭配日文解說 因疫情流感化 未來邊境也將逐步開放 高雄市政府超前部署不僅拍攝行銷影片 也將赴日介紹高雄的新亮點 中華文化總會9月17 18兩天 將在東京上野舉辦一場台日觀光文化藝術交流活動 高雄市觀光局也不缺席 兩位發言人協助拍攝的新影片也將在日本展場首播 這次高雄市政府也準備了非常豐富的內容 要到上野公園來做一個宣傳 國境開放應該是世界上 畢竟是大部分的國家都在開放了 我想我們國境開放應該也是朝著世界的潮流在走 我們也不希望我們台灣封閉太久 疫情之前日本每年來台200多萬人 消費數字也較高 更有助於觀光產業復蘇 業者樂見台日交流政府推廣台灣觀光 但國門開放有沒有時間表 否則還是只能靠國旅繼續苦撐 進行文綜合報導